英国在与欧盟进行分手谈判的过程中 欧盟就已经考虑到 英国离开欧盟 对于欧盟来说 首先意味着的是预算收入的减少 而同时对于欧盟来说 英国脱欧带给欧盟的 是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长期的考虑 首先对于欧盟来说 英法德三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目前英国已经离去 那这样的一个三角 缺失了一角 要找哪个国家来进行补充 从目前来看 应该说相关的国家 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波兰 希望波兰能够替代英国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一种替代 应该说有一些现实的问题 包括波兰在近些年司法改革 以及这种国内的 所谓的民主的问题上 对欧盟构成了一些挑战 同时欧盟在这种难民分担的问题上 也对波兰有所不满 所以下一阶段 能否代替英国的角色 能不能使波兰真正发挥 欧盟所期待的作用 确实欧盟目前心里 还没有底 而同时对于欧盟来说 未来的一体化的进程 仍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进程 从欧盟的一体化 一度高跟猛进 到现在出现了一切的挑战 英国脱欧 无异于是沉重的打击 那下一阶段 如何使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 如何使欧盟内部的团结 变得更加的坚实 是必须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对于欧盟来说 目前面临着两个选择 第一选择是首先理清内部的关系 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扩大 那另外也可以先进行 下一步的扩张 在同时再调理内部的机理 但不管选择哪一条道路 对于欧盟来说 都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挑战 和不确定性 所以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摆脱经济危机之后 欧盟所面临的一系列的 这种发展上的挑战 欧盟从目前来看 未来的道路是充满荆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